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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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晚上就做夢 他夢到一個土地公 來吃他的東西 在城底的時候 好像超級賽亞人一樣 我有一個黃色的光芒 就把我這樣子抱著 整個就起來 我就跟他說 阿伯姐 你知道三多路怎麼走嗎 笑一下說 我就順勢往前看 再回頭那個阿伯不見你 他是可以有一個記憶體 他可以跟神不同 到處可以見到的就是土地公廟 土地公也是財神 求財的象徵 那個生前多做好事 死後就會成為土地公 是這樣的嗎 在新北中和 有一間號稱北部最大的 土地公廟 它有一座十層樓高的 土地公神像 很多業務都會來這邊求財 對不對 它是一個寶地 來 我們先看看這段NVC 請看 還沒到土地公廟 就會先看到這尊高108尺的 土地公神像 右手直杖 左手拿元寶 面容和蔼慈祥 守護著土地 全台灣最高的土地公大神像 佇立在新北市南市角山頭 成為這間土地公廟的地標 土地公廟裡 時時刻刻都聽得到銅板掉落聲音 每一位信徒來到這兒 都是為了這尊全台灣第一座 電腦控制換前母神像 從土地公手上的元寶投入銅板 手摸一摸土地公的福子 拐杖和元寶 再從袖口拿到一元銅板母錢 我們摸元寶就是求財 摸鬍子就是傳送富貴 還有摸手帳就是平安健康 有很多的業務 那企業主來祈求的時候 然後就是因為有很多的靈驗夫妻 他們口耳相傳才會有這麼多的信眾 大家會來祈求財神爺土地公來庇佑這樣 晚上因為我們這邊的夜景也很漂亮 所以說來求財跟觀景的人也非常的多 晚上夜夜越美麗 禮拜天人還要多 坊間盛傳這裡越晚越美麗 因為十八大行業求財聖地 特種業者會在凌晨下班時 帶著準備好的糖果餅乾前來參拜 成為廟宇特色之一 因為我們是做業務的 因為聽說這裡滿零線的 就很多朋友來都說 求回去都還不錯這樣 就業績真的有進步很多 我們今天就有點像是回來還願的 可是業績算不錯對不對 還可以啦 從台中上來這樣 先祭天 後拜神 來到土地公廟 先拜天公爐 再拜主爐 第三爐位在正殿的後方 也是每逢土地公誕辰慶典典時 排隊人龍最長的地方 後墊它旁邊它有設立的兩個 就是招財童子跟禁寶童子 那邊也同時可以做換錢母的動作 拿錢母保佑一本萬利母錢賺大錢 而這間北台灣最知名的土地公廟 源起於乾隆四年的三塊石板 民國四十一年改建成石造小廟 正殿內至今仍保留 奉似土地公土地婆的小廟 在舊有的廟體上蓋新廟 形成廟中有廟的特殊景觀 廟方於民國一百年增設山下的財神殿 豬四五路財神 財神殿最著名的就是天關五路財神橋 在財神橋前 先向大縣觀上的中路財神 禀報名字生日柱子 然後請財神也保佑你通關過橋消災解運 過完財神橋之後 您扶我們在敲鐘 讓你出入平安宏圖大展 民間習俗認為過橋象徵轉運 種種的不順借著過橋 拋在橋的另一邊 同時也能求財 求好運 在過財神橋之前 你可以先拿到招財紅包袋 裡面還有平安符 然後過完財神橋之後 你可以到聚寶盆跟財神也換取招財錢母 讓你回去錢滾錢賺大錢 五路財神兩側 陪似文昌帝君和月下老人 信仲同時也能祈求金榜提名 以及姻緣早到婚姻美滿等等 大紅燈籠高掛 讓財神殿充滿喜氣 信徒更有朝氣 每個燈籠下方綁著信仲的祈福卡 隨風飄蕩 就像是把訊息傳達給天廳 到聖殿拜完土地公之後 再到財神殿這邊來拜拜 可以祈求到你想要的事業財運 然後求好人員好姻緣開智慧 山上拜土地公 山下拜財神爺 在一個地方就能滿足所有願望 白天和夜晚看見不同風景 讓這間土地公廟無時無刻 香煙鳥鳥 香火鼎盛 這個土地公廟在這個 北台灣很有名 對 而且好像很多人都晚上去辦 沒錯 這個晚上去辦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土地公拿拐杖都是三層 那也就是它最原始是看管陰間的 所以是在 對 你把它行業要在晚上求 那是暗財 是 所以它也應在這個地方 對 我也賺了不少暗財 以前 夜店 不過志偉你也曾經住中和 我之前就住中和 在比較靠近南四角 那因為這個土地公廟 就是你要往南四角 往山上去 是 對 那剛剛老師有講 他看管墳墓的確 那個土地公廟的旁邊 就是中和那股塘 它有這個靈骨塔 那也有就是 就整個山坡這樣上去的墳墓這樣 是 所以當你到這個土地公廟去的時候 其實它很特別 因為它四面都可以看到景觀 對不對 可是就這麼的神奇 就是它看得到墳墓的那個地方 我不知道是不是刻意 它就種了一堆樹 那個樹 你就從這樣看下去 它就剛好把墳墓擋住了 所以到那邊去拜拜的人 很多人不知道說 其實它旁邊有一個 有一塊很大塊的墳墓 有那個中和那股塔 對 那其實我 我爸爸就是放在那個 那股塔的地方 那當然剛剛老師講 土地公它就是 它也管陰這樣 那你可以看到你到 那個土地公廟去 就是什麼你都可以求了 當然它那裡最特別就是 補財庫 對 那我其實第一次去的時候 倒不是說真的要去求財去拜 是因為幫一個製作單位 會出外景 那到那個地方去出 到那個土地公廟去出外景 那它其實就是要介紹 這個地方要 土地公廟要補財庫 要求財神 你要怎麼求 那那個時候去的時候 就是按照流程嘛 就像剛剛VCR看到的 是 那求完之後呢 這個製作人就跟我講說 志偉你要不要也求個發財金 拿個錢母回去 因為很靈喔 我就求 那個錢母其實你求回去 廟方會告訴你 你要把它存到你的那個 資金流通的戶頭 哪怕你求到的錢母 只有一塊錢或者是十塊錢 不管 它也可以借發財金 就是你借到了在廟裡面 任何的錢 你都可以把它放在一個 會讓你淨財的戶頭裡面 所以我都還沒放進去 我才剛走出廟門 就一通電話就來了 一個我借錢給他 一年多的朋友 其實沒有多少錢 兩萬塊 但是他一直沒有說要還我 那我這個人臉皮很薄 人家跟我借錢 我不好意思跟人家要錢 對 因為你欠我錢 你總是要主動還我 那如果要人家要 我覺得 這兩萬塊要破壞 就當看清一個朋友 他一年半之後 突然打電話給我 我走出那個廟門而已 跟我講說志偉不好意思 欠你錢欠太久 帳戶給我一下 我要匯錢給你 那時候我只是覺得 全身起雞皮疙瘩 有這麼靈嗎 超好耶 對 你會覺得有這麼靈嗎 然後後來我開車下山的時候 就接到比方說是 我的媽來自欣欣的事 很多節目就是 在我隔天放假的時候 打電話來發通告 所以我就一天錄了五場通告 真的 只是我在山上求一個發財經 然後拿一個錢母回去 我都還沒有存到戶頭 所以我的感覺就還滿強的 所以在那一個月 我後來把它存到 我的薪資帳戶去 就開始發票中 不是中兩百塊 是中四千塊的那種 然後我買樂透財 也有中一千塊 就是從來以前偏財運很爛的 這個土地公廟 我是覺得很靈驗的 那尤其是說 因為我後來因為 為什麼沒有去呢 因為你知道土地公 人家都說是家神 很多人家裡面會拜土地公 或者是你去很多林裡 它可能一個林 就有一個土地公 像我們攝影棚旁邊 就有一個土地公廟 它就是像是我們講說 我們講這個民間有警察局 那我們如果要講陰間 或講那個神界 它就是類似這樣子 警察局的功能 它應該是里長輩 里長輩 沒錯 那因為我家附近 就有一間土地公廟 其實坦白講 我去那裡拜 我也覺得很靈 那像特別今年 就是很多老師都說 志偉你今年走福德公 所以土地公是你的正神 你今年要好好的拜祂這樣 那所以就包括說 大年初三 還有土地公生日 農曆二月二號 我都有去拜 那到現在呢 感應真的滿強的 是 對 就是覺得說 真的像老師講的 好像就是說 我們做業務 就是客戶就是一直來 然後通告也很穩定這樣 所以那時候 我去拜的時候 就是來我們節目的廖老師 有教我 他說其實拜呢 土地公喜歡吃甜的 所以我就有買一些糖果 巧克力給他 然後比較有趣的是 他水果就有蘋果 香蕉 棗子 獵物 那你還要有一個是 他還要有鳳梨 鳳梨 旺啊 香蕉 就一共六個水果 然後還有吉子 鳳梨是旺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吉子 大吉大利 你看喔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他一定要喝蘋果西島 什麼 蘋果就是平安的意思 那我們有蘋果 剛剛不是有看到蘋果嗎 在加蘋果西島 因為蘋果西島有氣 就喜氣 這個我都不知道 是原來拜藥這麼的搞剛 還有吉子嘛 然後最重要的是 譬如你說也要吃土豆 所以我有準備花生 那你說要乾的還是濕的 其實隨便你 就是都可以 成心就 對 成心我是買這個 花生主要是它在地底下 接地氣的意思 花開在上面 對 好事就花生了 原來 對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這個 這個是 那發糕你是要買那種 就是不是一般蛋糕 你要買發糕 因為才會讓你發 發起來這樣 是 可是這些東西好像 當然有些比較特別的東西之外 在剛剛我們介紹那個土地公廟 外面都會幫你 都可以找到 它都可以買得到 對不對 而且有些人不懂 他可能去說 你就擺這一組 對 故意做 那個是很方便 對...而且它裡面 其實會有一個書文 你要寫你的名字 是 對 然後甚至是有些人 會更那個會寫說 助我發財 什麼...會寫 後面還可以硬蓋硬張 對... 然後你燒掉的時候 一定要先燒掉那一張 要不然很多人去 土地公也不見得 會記得你是誰 當然 對 就等於掛號一樣 對... 那我們還錄什麼呢 我們出發 不好意思 你講成這樣了 我們趕快去拜一拜 是不是 我一定要來去拜 剛剛電視打開 我來拜電視看 你不要拜 不過這個剛剛講 就是說真的 這個人在世的時候 做很多好事 過世的時候 會真的化身為土地公嗎 這個彰化有一戶人家 它好像就發生了 這樣的事情 因為主天做了很多好事 育豐 這個事情是怎麼回事 對 其實像我們自己 在家裡拜土地公 所以我媽媽從小就會叫我說 你要叫特地公做 對...跟他親近 跟他往來 跟他一直很親近 然後你很多事情跟他講 像一個心理諮商師一樣 但彰化這戶人家 是比較特別 我們看那個畫面 其實這彰化這個 當初它是一個 日據時代的一個大商人 然後他過世之後 大家就覺得說 就是往生走了 但沒有想到 他家住在縣溪 但其實這個廟 其實是在五龍宮 它是在彰化的樸心 是在比較遠的地方 然後這一個土地公 他有一天 他在民國大概三十六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他就是 然後就是附在機身上面 他就說很清楚 他說我的老家 在縣溪 離這邊有點遠 但是我叫吳德勝 他就叫他的機身 去跟他講說 你要去找我的 我的子孫來看我 大家講說吳德勝 但以前那個年代 其實資訊沒有那麼發達 那也是透過很多人 去過問問 真的 在縣溪有一戶人家 就姓吳 還算是滿大戶人家 一個望族 然後就找到了 這個吳德勝的子孫 所以逢年過節 他吳德勝的子孫 都會去浦溪那邊去 去頭牙也去拜拜 然後尾牙 就是一年的年初跟年尾 都去拜拜 結果這畫面 是今年去拍的 因為有一天 他又跟他的機身講說 你就來拜我 我也想回家看看 然後他們就去 就說好 才促成的這種好事 所以等於說 他大概離鄉七十幾年之後 在今年 這個土地公爺 特地公爺 才終於回到彰化浦溪 去返鄉服務 可是因為他們在土地公界 其實是有點像是 我們的轄區 就像剛才康哥講的 他是特地公爺 對不對 里長伯 所以他必須在七天之後 還是得要再回去 浦溪那邊去服務 那大家想說 這個你們家的兒子 怎麼會是特地公呢 然後他說 那個時候他們的子孫才說 當初他們家是滿有錢的 你可以想像日據 日據時代 你家裡是賣米的 就很有錢的 他的日據時代賣什麼 就賣珠寶 對啊 所以當大家都還在說 你吃飽了沒 這個狀況的時候 他已經在做珠寶 做轉舊 所以他是非常有錢 那有錢你也不能說 我家的錢是大家的 然後很多的一些困苦的人們 就會去他們家借錢 然後借錢 收帳 買米 什麼的 可是一直以來 他這個子孫就跟我們講說 一直以來這個阿伯 這個阿祖有沒有 有沒有 偷偷寫借據 但是也沒人 也沒有像自有一個人一樣 過了一個禮拜一 一年來還 都沒有人來還 幾乎整個鄉村 都是在吃他們家 但是有借據 然後他講說 那我們是不是時間大 去跟他要 然後他會看到說這個阿祖有沒有 其實 有錢的阿祖究竟做了什麼事 這會跟他當上土地公有關係嗎 所以我們在講 拜託自然 但是也沒有人 也沒有像自有一個人一樣 過了一個禮拜一 一年來還 都沒有人來還 幾乎整個鄉村 都是在吃他們家 但是有借據 然後他講說 那我們是不是時間大 去跟他要 然後他會看到說這個阿祖有沒有 其實都把借據給燒掉 他說你再回頭 去跟人家要也不好 對不對 所以等於說 他其實是 積善相禮 然後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好事 所以我們在講 以前我們講拜的自然神 祂是自然的神秘 但其實現在土地公 有點像人格神 那也就是你做好事的話 你是會上天廳的 但是上天廳之後 其實他們有 他們神界的一個規範 你也不是說我在這裡 可能這裡已經有 對 已經有一個土地公了 所以你就會輪職 到其他的地方去 只是說他有時候 真的想跟家人親近 然後再透過機身說 才能夠是返鄉 回去看看家裡的人 總是可以探親的 但是是有任期 沒錯 還有有一些文人 像韓裔 時候也是去當土地公 是 不過老師 我請教一個事 是 就是說我們台灣廟宇這麼多 對 然後很多的神明 各種神明都有 是 因為你跟土區嘛 人法地 所以他其實都是直接 不透過機身 都直接跟你討夢 或幹嘛 因為他是很親民的 是 就像你要找總統 那當然要透過很多人 你要找里長 找林長 自己去就是 對 而且土地公是跟我們最近的 對 然後就是說 接地去 我們在台灣 就是隨處看到土地公 對 其實剛才 智偉那個很靈驗 土地公廟從 以前為什麼要蓋小小間 你知道這機密在哪裡嗎 就是 你如果跪下來 你的速度會變快 所以去拜土地公 要求的時候 是跪下來 對 跪下來 所以以前的廟弄得很小 是有原因的 是因為你要擦箱 一定要跪下來 是 那人的這個骨頭 跟骨頭的中間 它是可以有一個記憶體 真的假的 所以你要跪下來 下次 我們都是跪著求 而且重點我剛剛漏講一個 你要回去還原 如果你有許願 還原是一定要 在各種神明都要還原 然後記住 不要用蹲的 不行 蹲的 而且蹲的太狂 太狂 不過月婷你們 是 也有這個經歷 我們家不是賣珠寶的 沒有 不一定 對啦 其實我每個人家裡面 都有一天跟神明 一點小故事 這是我們家的小故事 來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爸爸 往生很久 快二十幾年 那我爸剛往生那幾年 你知道媽媽嘛 就到處去問說 我這個老公到底是去哪裡了 可是好多年都問不下來 然後一直到我兩個弟弟長大 就是大概十六 十七歲的時候 他去問了一個師傅 那個師傅就說 又再去問他說 我知道到底現在是在哪裡 是當什麼去 還是投胎轉世 他說 你兩個兒子是不是一文一武 剛好我弟弟那時候 一個在當兵 窮人家一個當兵 一個當警察 所以警察 然後他在軍中是文職 所以真的 那個時候來講 真的是一文一武 他說你老公是不是很愛吃甜的 有沒有 剛剛你也是對 我爸爸很喜歡吃甜的 那個師傅就說 我就說 然後接著我們家 我爸爸一直是單船 然後到了我弟弟 我們家的長孫 就是土地公生日 二月初二生日 是這樣子的 然後我嫂子也是 因為那時候我嫂子 剛嫁來我們家 然後那次我爸爸往... 我爸爸就是有紀日 是不是那個怎麼講 百日 對...不是 那個四月份 親民節 對 親民節答對 這需要答對這件事嗎 答對 然後呢 我們就去 我們就... 那當然就是 他第一年嫁來我們家 所以很多東西 他要幫我媽媽準備 當他在拜的時候 就在那邊問說 心裡也在想說 我第一天 第一年來你家媳婦 不曉得說 滿不滿意這個媳婦 我今天準備的這些東西 你喜不喜歡 他晚上就做夢 他夢到一個土地公 來吃他的東西 就是我們 他擺了一桌 我再吃 這件事情 他就講給我媽媽聽了 我媽就說 這就是你公公回來再吃 因為我問過神明 神明說你公公去當土地公了 那他一定是回來吃 你準備的東西 就是 他也很高興 覺得我爸爸就認可這個媳婦 對不對 OK 那你朋友夢到 土地公跟他要錢 對 那個 他們就是 我幾個朋友 他們又在投資做生意 那其實你不要看 其實商人都很信神明的 他們有個投資案 一直談不下來 那其中一個女股東就說 我要來去拜黎三老母 他說我們這邊 我們談的這附近 有黎三老母 我去拜一下 就在講完的時候 那個 這個女股東 他就看到一個土地公 在他面前了 他現象 他看得到 他說他看得到 就現象在面前 可是其實大家都看不到 但他自己覺得很奇怪說 我明天是要去拜黎三老母 怎麼會是土地公現象給我看 那我這個朋友 他姓吳 然後他就想說 是真的假的 他其實不是那麼信這些東西 他晚上回去睡覺 又第二天要去拜 他晚上睡覺的時候 他就 他就夢到土地公說 你明天要來拜我 因為你要燒紙錢給我 他在夢裡面 還在想說你是土地公 怎麼會跟我要錢 他說沒有 因為都被人崩掉 都被分走了 結果昨天他也沒多想這件事情 他們一行人就開車 只要去黎三老母那邊拜拜 結果開的時候 要進去之前 要轉彎進去之前 旁邊就有個很高的土地公 是 很高很高的土地公 就看到土地公 這時候這個女股東就說 我昨天夢到的 就是這個土地公來 然後她才說 真的耶 昨天有那個土地公 叫我要來燒錢給他 是不是就是他 然後他們就到黎三 果然喔 那土地公廟旁邊就是 黎三老母廟 很多人都在那邊拜 可是通常大家都會去這邊拜 就不會來 這個土地公拜了 所以土地公說 他的錢都被分走了 好 他們就真的就買了 又覺得 就買了很多紙錢去給他燒 不是紙錢就是一些 補財庫的東西 燒給這個土地公 就希望他很高興 很好玩的 燒完之後 他是有做個夢 就夢到他很高興這樣子 好像那個土地公 全身都穿新衣服了 可是他那天拜完之後 他開始頭痛 他就開始頭很痛 他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頭很痛 然後因為他們談這些事情 他談了三天之後 他們決定回台北 然後他這個女股東 還有他的老公 就跟著他去他們家吃個便飯 那我這個無姓的朋友 他媽媽在家 就請大家吃個便飯在家裡面 最後一坐下來 他才見到他媽媽 他介紹 這是他們的股東朋友 那女股東就說 他就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他就跟他媽媽講 媽媽不囉嗦 下午馬上就是開著車 去看他爸爸的墳 果然他們那個墳 因為他們家還算滿有錢 所以是一個墳 那個墓地 然後墓地不是有那個 裝潢的嗎 石頭 剛好有兩顆就 剛好就壓在他爸爸的這個頭上 掉下來 對 掉下來了 就把它清完之後 他頭也就不疼了 很好 就是很玄的一件事情 可是我這朋友說 奇怪了 你為什麼不直接跟我講 你讓我痛了好幾天 為什麼 你為什麼看到我媽媽你就講 他就問他那個 那個可以通靈的那個女股東 為什麼這幾天你不講 為什麼看到我媽你才講 他說也不知道耶 可能是認為 跟你講你不會做 可是因為還是會傷到 子孫的某個地方 但是跟你媽媽講 你媽媽一定會去處理這件事情 因為媽媽最快處理這件事情了 對 所以這也是土地公 謝謝他的意思 是 不過我們講到土地公 就不能不講土地婆 那土地公 他會依古禮取親喔 請看這個畫面 來 發地心人家出親啦 好來 拜 拜 給我們 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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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好合 親婚愉快 拜 高聖來 拜 拜 這位 拜一星大 各位兄弟 來唱鼻鼻 唱鼻鼻 這個廟 現在台灣很多神明 現在尤其是鹿港 也有一個土地公 還要娶老婆 所以目前可能 台灣桃花比較重 請問一下怎麼去 怎麼去有這個姻緣 它這一個廟是因為 那個土地公附身在 濟公師父 所以你看來 看到那個濟公師父 把祂綁紅袋子 因為一般來講 就是綁黑袋 因為是娶親 就是祂是媒人 就是說媒介透過祂 說祂們這個廟 天聖公的這個土地公 還要娶那個 在那個鼎財 有一個土地婆的廟 後來就去求 這個果然這個土地婆答應 就是把祂的妹妹 就嫁給這個土地公 那為什麼 台灣很少土地婆廟 對 你去拜土地公 幾乎都沒有土地婆對不對 對 以前有一陣 剛開始的時候 台灣有拜土地公 就有土地婆 後來就有人發現 就是說因為土地公 祂是祢福德正神 祢求什麼祂就給你什麼 那可是土地婆有一天 就跟土地公說 祢這樣會不會財庫多 又難了 所以土地婆就會 祢求的樹木祂會把祢減少 所以後來慢慢土地婆就被請出 這個土地公 所以其實台灣土地公 那個...我們講就是 單身很久 所以目前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祂就娶了這個 去那個鼎財 那娶了這個土地婆 那這個鼎財 這個土地婆是在早期 祂已經有三百年了 祂的三百年前 因為台灣在那個時期 想要生小孩 常常就腰嘴 或者是不會懷孕 那就發現就是說 到這間廟去求 就是... 很容易懷孕 所以這個土地婆就一直 就是以這個出了名 這個理念 所以這個土地公 等於是娶了台灣最大戶人家 不過就是我們常常講 做夢 我們常常說 昨天晚上夢到蛇什麼的 然後就很多人會講 那你趕快去拜土地公 那就是有人說 蛇是土地公的兵將 那夢到蛇就要趕快去拜土地公 那今天我們邀請到楊鳳妍老師 就是說 土地公跟蛇 是什麼樣的關係 這個夢到蛇 其實有幾種說法 在民俗上來說 第一個就是說 可能土地公有事要告訴你 所以我們傳統上會說 你如果夢到蛇 你要趕快去拜土地公 祂的使者來了 對 祂的使者 第二個說法是說 對 夢到蛇 所以有人覺得這是一個好運 你會有財 那第三個就是說 剛剛其實有提到的就是說 叫你趕快去拜祂 然後燒一些紙錢給祂 大概有這三種說法 那台灣民間其實還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蛇 有一個草腹煉蛇 俗稱土地公蛇 對 它是傳說是土地公的 兒子的一個化身 對 所以其實蛇跟土地公 大概有一個滿強的一個連結 密切的連結 對... 那所以講到蛇這個故事 其實中部有一個最有名的 那個子男公 土地公廟 它跟蛇的因緣也非常的深 是 對 在大概民國七十年的時候吧 他們那時候整個廟要重建 要重建的時候就找了南投 有一個叫林昇輝的先生 來這邊拆祂的廟頂 那拆著拆著發現說 祂的梁柱已經中空了 只剩下一層皮而已 所以一打開之後 裡面跑出兩條 大概手臂出一樣大的蛇 兩條蛇 很大 祂一擊一驚 就打暈了其中的一條 那當場有一個村民 姓許的村民一看到就說 住手... 你千萬不能這麼做 為什麼 因為他說這個蛇 是土地公的護匠 布匠 祂是護這個廟的 對 然後所以他一下之後 他趕快這個許姓村民 就請大家說把另外一條蛇 趕快也放到這個廟後面 廟後面有一個蛇穴的地方 趕快把它放下去 對 後來很奇怪 這條蛇也不見了 但是比較神奇的是 這個林先生他不是打暈了 這條蛇嗎 他那天就一直覺得說 心裡也覺得怪怪的 因為好像打到土地公的部將 就回到家 回到家之後 就沒有心情工作 結果隔天就一併不起 大概持續了一個禮拜 他都沒有辦法起床 沒有辦法做工作 那他老婆也急了 就趕快去廟裡面去問 說到底是怎麼回事 是不是跟這個打了 這個蛇有關係 那村民就跟他講說 對 你這個是冒犯到了 土地公了 所以他就趕快準備生禮 然後去跟土地公道歉 說他是無心之過 趕快讓他好起來 結果也很神奇 那他老公後來就自動就好了 然後繼續回去做這個 廟的拆除的這個工作 那這個故事還沒有完 因為指南宮有兩個故事 他只有兩條蛇 所以他有雙龍護廟的這個故事 另外有一個 小龍會就是幾百條的蛇 出現在指南宮 那故事要延續 剛剛那個故事 後來廟的這個重建的工作 繼續再做 那那個屋頂拆完了 接下來就是要挖這個廟機 地機 那因為前面有蛇的這個故事在 所以他們就認為說 土地公有指示 這個蛇穴跟這個廟的後座 這個是不能動的 因為那是蛇一個 他的步將在的一個地方 而且是一個靈穴吧 對 所以請了另外兩個村民 一個姓莊 一個姓臣 兩個人就來挖廟機 也很順利 對 挖廟機的時候非常順利 挖完之後隔天一來 發現說整個挖下去的 廟機的基地裡面 會不會變得更難 廟機裡究竟出現了 什麼恐怖的東西呢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一個姓莊 一個姓臣 兩個人就來挖廟機 也很順利 對 挖廟機的時候非常順利 挖完之後隔天一來發現說 整個挖下去的廟機的基地裡面 幾百條的這個蛇都在裡面 一看嚇到這怎麼辦 趕快去找這個 重建委員會的人 對 那個時候的副主委就過來 一看說這個該怎麼辦 他就想說 好 那他就跟土地公講說 求求你就是說 讓我們這個工程能夠順利 那你也指示說 我們應該怎麼做 那知道這個是土地公的部將 所以也不能去傷害他 所以他們大家就把這些蛇 一樣放到後面的蛇屑去 結果 不多久那些蛇 又全部都消失不見 又不見了 後來工程就非常的順利的做完 所以我們現在去指南宮去看 其實他可以看到這個 有雙龍護廟的這個 廟的後面 大概一般人只是去前面看 比較少到後面去看 所以他的這個圖騰 就有兩條龍 是 然後這個就是廟後面 這個牆 剛剛牆的裡面 其實大概在這個地方 就是蛇屑 所以這裡真的有蛇 就是很奇怪 就是他就會 蛇在這裡 消失不見 所以你說他是部將 他是真的蛇 或是他是一個化身 這也很難說 對 指南宮其實還有幾個 大家都滿特別的故事 這是他的石頭宮 石頭宮 大概在清道光時候就有了 這個滿有名的 這個指南宮 所以我們去拜拜的時候 其實可以看到這石頭宮 傳說他本來是正守在這個西邊的 就是他附近的一個西邊的一個石頭 那早期這個船會往返 所以他們就去挖了這顆石頭 說要去當鴨倉石 鴨倉石 結果一動了之後 整個河水變成紅色的 他們就很害怕 就覺得說驚動了這個 也算是土地神 河神 後來就把它移到這個 指南宮裡面來拜 所以如果下次大家到這個指南宮 也可以去看一下 了解 對 這個指南宮的土地宮 其實金光閃閃 雖然小小的 真的 非常靈驗 那這個是指南宮最特別的 六星級的廁所 對 大家都知道 然後我補充一下 剛剛有講說人成神的 其實大家看這張照片 這土地宮也長得很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他是一個年輕人 他沒有鬍子 對 這個是在南投國姓鄉的 一個中平土地宮 因為他也是在日本時代 一個姓瑜叫大德的人 對 然後死後就受封為土地宮 後來他就顯像給在地的村民 那村民就照他的樣子 去磕了一尊土地宮 那因為他生前樂善好施 其實他死的時候 就是舊記載是三十七歲 可是後來有找到他的後人 大概是四十三歲的時候 往生的 所以因為滿年輕的 所以就磕了一個沒有鬍子 然後是年輕的土地宮 後來有信仲 就去拜這個土地宮 也很靈驗 所以他就要還怨 然後他就問土地宮 那我幫你去老婆好不好 對 結果他說好 所以因為他是年輕的 所以這個土地婆 也不是一個老婆婆 也是一個少女 所以他被號稱說 台灣最俊男美女的組合 對 土地宮跟土地婆 對 很特別 台灣的土地宮 其實造型跟故事也非常多 包括有救了皇帝 什麼之類的故事 大家來猜一下這個土地宮 這個騎了一個動物 有麒麟嗎 對 這個也很妙 我去九份的福山宮 然後廟宮也問我這個問題 這個神像其實不是在九份 他就說你們來猜 就是說土地宮的坐騎是什麼 大家都想說 直接想是虎爺 對 可是他又不像老虎 對 猴子嗎 對 是猴子嗎 也不是... 這個大隻的 對 那隻有大隻的 它其實是 那財這個意思就 同音是 財富的財 所以祂是 祺財 長財 土地宮 那為什麼有兩尊 一個小的 對 其實很多廟都有大的小 它這間土地宮廟 最特別的就是 祂祭拜的就是 長財土地宮 騎著財的長財土地宮 在宜蘭非常有名 所以大家去 也有空可以去看一下 對 然後再特別講一下 這個土地宮也不一樣 這位是包青天明 對 這個是戴著烏紗帽的 這個土地宮 其實很多地方的土地宮 大家都會去說 祂是有皇帝適風 有戴官帽 其實這個是戴烏紗帽的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當時 在彰化花壇 祂是開台近視 就是台灣第一個 考上近視的人 那他去 就是後來皇帝 遭見這些當科的近視 就看到說 奇怪 你身後怎麼有一個老人 那皇帝就問他說 這個人是誰這樣 他說我沒有 我沒有帶家眷來 對 可是祂說 皇帝說你身後有一個 白鬍子的老人 那是誰 他說沒有 我只有帶著我 故鄉土地宮的香火 所以皇帝就很震驚 就說好 那這個土地宮這麼靈驗 還保佑你考中近視 而且還封了漢陵 就視祂與近視 視同近視出身 然後視了這個官帽 烏紗帽給這個福德老爺 這是彰化花壇 文德宮的土地宮 也很特別 所以他們叫祂福德老爺 對 這個很特別 對 這個今天不講 都不知道有這些事情 對 很多 OK 那剛剛講就是說 土地宮有救過皇上 皇帝 他救過皇帝 那裕豐也被救過 對 那難道說傳說中的皇帝 就是... 快了... 快了... 我還是努力... 他怎麼救你 對 那小時候 我們家是從小就在雲林 那我爸媽來台北打拚 那台北就賺了錢 我們就辦到內湖 那時候就在攝影棚這邊 內湖 那時候其實內湖那邊 真的很多湖 很多池塘 然後我是老妖 我哥哥姐姐帶著我們 去池塘那邊玩 然後他們就一群小朋友 在那邊比賽丟石頭 看誰丟得最遠 那我那時候腳就很短 我就想了一招 如果我把腳跨出去 像打棒球一樣 我是不是可以丟得更遠 然後大家都沒有注意到 我就這樣子丟... 腳踩下去之後 就掉到池塘裡面 踩空 掉到池塘裡面 我就一路被飄走 被帶走 然後我可以感覺到 我哥哥姐姐很慌張 他們好像在那邊大吼大叫 我還聽得到 可是我就是上不去 因為我不會游泳 可是到了在沉底的時候 好像超級賽亞人一樣 我有一個黃色的光芒 就把我這樣子抱著 整個就起來 整個就起來之後 我就在湖中間 然後我就在那邊飄 其實我不會游泳 然後我手在那邊亂動 也沒有掉下去 那我哥哥趕快去拿一個竹竿 讓我抓著回來 回來之後很神奇的事情 是說我下去溺水 然後我遠一下下而已 他們說我已經十幾分鐘了 他們說我已經十幾分鐘了 那時候其實已經叫了 很多的大人來幫忙了 但是我連一口水都沒嗆到 我連一口水都沒嗆到 然後我們就回去 然後我哥哥跟姐姐的時候 死定了... 回去一定是一頓好打 後來他們就騙我爸媽 我們回去的時候 我爸媽看到我怎麼全身都溼 就說你們是不是去玩水 是不是掉進去 然後我們就打死不認 我們就說沒有 他們說那你怎麼會全身溼的 我們就講了一個很爛的理由 我們就說 我們走過去那個 乾杯茶的時候 然後剛好上面有人在洗衣服 然後破了一盆水 剛好只潑到我 然後我說這個怎麼可能 但是我爸媽就是 也沒辦法 也沒辦法 因為我們三個小孩就 咬死不認 然後我爸媽就很狐疑 然後就放我們去做功課 然後我們就開始這樣玩 然後我爸媽在家裡工作 就去睡覺 我們就還沒有意識到 我爸爸醒來的時候 那個成條 家型已經拿出來了 就先往我哥哥打 因為第一下一定不可能打 我是老妖 然後第一下就打我哥 然後打我姐叫 我們全部歸來土地公前面 然後就說 你們剛剛是不是去港田公園旁邊 然後那個祠堂是不是玩丟石頭 掉進去 然後李玉峰你掉進去的時候 是不是怎樣... 然後被土地公救起來 然後我們就全部傻眼了 因為那年代也沒有監視器 然後我爸爸只是睡個午覺而已 然後就起來 然後我們就說怎麼回事 然後我爸爸就說 剛剛睡覺的時候 土地公來跟他託夢 就說我們又不老實 然後又喜歡在那邊手指 然後就玩成這個樣子 然後再這樣下去會有危險 這孩子怎麼會長大 所以就全部歸在那邊 然後就開始打... 不過運氣很好 打到我的時候 我爸爸也沒力了 所以大概就是 只中到我哥哥跟我姐姐 但是後來我們家 那個土地公真的很靈驗 我們從小到大一直 什麼事情都是拜託 我們家那個土地公 另外要去考大學的時候 也是拜託就考上了 是 所以土地公 算是跟我們最親的一個神明 對... 不過土地公當然有求財的 有顯靈救人的 但是為什麼可以解除鬼打牆 對 這是我真的親身的經驗 那是在我念專科 三年級的時候 那也大概將近二十年前 那時候我在一間火鍋店打工 那火鍋店打工 我是上中班 就是從下午的這個 五點要上到晚上十二點 那那一天我記得很清楚是 那時候是鬼月 我媽還跟我說今天鬼門開 所以你下班回家騎車要小心一點 那平常我去上班 那個路就是騎摩托車 十五分鐘就到家 那那一天我下班的時候 就很奇怪 我們下班的時候 因為十二點鬼門開 所以老闆就跟我們講說 說完之後大家來拜拜 就拜個拜 然後你們回家都平安 然後那時候就給我的一個 護身符 那那時候我們年輕 根本不會在乎這種事情 拜也是隨便拜很屌的 好 那老闆叫我們拜就拜 然後那個符 我就隨口放在口袋裡面 隨手放在口袋裡面 我也不知道那是哪裡求來的符 反正就是一個符 我就騎車回家了 那騎車回家的時候 應該是在那個時候 我住高雄的時候 回家經過有一條路叫 那是河南河北路 它就是河南路是這個方向 河北路就是反方向 所以比方說我上班騎 河南路就是這樣子騎 下班就從河北路這樣騎回來 那一定會交會到 最大條的馬路 就到我家了這樣 所以我回去騎那條河北路 要回家的時候 很怪喔 要回家的時候 整條路都沒有車子 那個不太可 我平常騎都會有車子 即便十二點多 沒有半台車子 然後那個時候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我一直騎 一直騎 都騎不出河北路 那心裡就覺得奇怪了 怎麼會這樣子 那正當你覺得奇怪的時候 我還聽到有一種聲音 那那個聲音就是那種 好像在吹哨子 可是又不像吹哨子 那麼的具體 就是那種感覺 然後我就覺得 我在騎車的過程當中 就是你在騎後面有坐人 你會有感覺的 那時候我就很慌 怎麼辦 怎麼騎不出去 怎麼騎 你就覺得怎麼還是在這裡 那我們那時候都有聽過 叫鬼擋牆 就是你就會騎不出去 在一個地方一直打轉 就像我們去爬山 走不出去也是一樣的狀況 我心想說不會吧 現在講起來騎雞皮疙瘩 怎麼會騎不出去 每天上班要騎的路 結果我騎一騎 我內心就還想說 後面佛佛佛佛佛佛 一直唸這個法號 讓我趕快騎出去的時候 我就看到我旁邊 有一個騎腳踏車的老伯父 可是他穿得很奇怪 他穿的是那種長袍 當然不是像土力公那麼古裝 就是一個長衫 那時候鬼月也是夏天好不好 怎麼會有人穿長衫呢 尤其他鬍子留超長的 然後還戴著一頂鴨舌帽 看起來很像石荒的老人 那時候我心想說 至少看到一個人了吧 雖然他樣子有點可怕 我就跟他說 阿伯這門姐 你知道山多路怎麼走嗎 那個他就跟我 他就沒有講話 笑一下說前面這樣子 那他的手這樣比 我就順勢往前看 再回頭那個阿伯不見了 你騎腳踏車呢 我騎機車 他居然就不見了 我就到處看 奇怪 這個阿伯怎麼不見了 心想說 該不會騎不出去又遇到鬼吧 你就很害怕嗎 就想到說 不對 我老闆有給我一個符 我就拿起來一直念... 因為那時候 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有紅綠燈 我就怎麼騎 就是一直遇到這個紅綠燈 好 那個符就說 歐命徒佛... 趕快讓我騎回家 綠燈了 我就往前騎 騎出去之後 就到山多路了 我就騎出去那個 我一直騎不出去的小路 那回家就把這件事情 因為我媽也還沒睡 我就跟我媽講 結果我媽就跟我說 你一定是遇到土地公了 那個路口不是有一個 土地公廟嗎 我那時候才回神說 對耶 那路口有一個 土地公廟 就不大 小小的一個 土地公廟 原來是這樣 我媽就跟我說 你隔天要去謝謝土地公 那那時候我再仔細看 我的符 其實那個符上面就寫 福德正聖 所以其實我不知道 老闆是去哪裡求的 可是剛好我遇到了 我最後騎到的那個路口 是有一個土地公廟 所以我隔天早上起床 我就帶著這個水果 然後一些貢品 去謝謝土地公幫我解圍 這個土地公 真的就像我剛剛講 跟我們真的很親近 而且台灣好多土地公 從古到現在都有 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們 都得到土地公的保佑 保護 今天謝謝大家